有聊天,有見過他叫他不要 過歲家庭索K男,不聽歌勸墮樓亡 由15樓跌下來,21歲的何子健當場證實死亡 讀到中午的他在做倉務員 他欠少許卡數十多萬 自己有少許想不開,有少許樣物影響 只見家庭索K,作為過來人的哥哥好言相勸 叫他想想將來,但他情緒很波動,還說想死 最初我以為是開玩笑,他就在家出出入入, 在門口出入入入入,落回了幾次 中斥哥不容易 在家庭上聽到一聲,我便衝出去看 住在契業村的子健三兄妹,身世其實很淒慘 小時候,爸爸已經不在 獨立養大他們的媽媽,05年因為癌症去世 自此一家的重擔就落在失業幾個月的哥哥身上 本來他今個月找到新工,可惜弟弟又出事 不知保不保得住 雖然他打定輸數,但會繼續找工作 現在最重要是幫弟弟搞定生後事,和好好照顧剩下的妹妹